哈喽,Trouble Maker今天开什么? 这是我们的淘宝开箱特辑 我们为什么要在淘宝上买东西呢? 其实我人生第一次在淘宝买东西 买的就是斑笔的东西 后来就食髓之味 因为你如果买猫相关的东西 其实在台湾买还蛮贵的 不管是自动猫杀机还是猫跳台等等的 这么说就有一个很棒的经验 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慢慢请看一下购买的数量 我有一次不小心下单下了三台猫杀机 总而言之这次我是有看清楚了 我们买了一个新的猫跳台 因为Jack旁边那堆纸箱 这是我们自己DIY的猫跳台 因为我们家的斑笔呢 很喜欢上这个衣橱 但是因为平常啊 他跳这个的时候 因为这个有点晃 毕竟是自己DIY的东西 因为他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 咚咚咚咚咚的声音 你知道五公斤跳在那个空心的指向上 就会有那种很奇怪的声音 就会觉得是有什么东西摔下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要求我们把他抱上去 再把他抱下来 就会很吵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买一个新的猫跳台给他 这个猫跳台是不是有180公分的 80公分的 哦 对他就是这样子跳的 差不多有180啦 我们这次买的是豪华版的猫跳台 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来组装吧 GO GO 好我们组装完成了 但是他这个啊没有说明书 所以我们只能自己看着图 然后摸索一下 但还好没有太难啦 然后你现在在干嘛 啊这个很可惜 它这个勾勾就是我们开箱的时候 它就断掉了 对它本来是要扣在那边的 本来它是扣在这个角度 而且完成的时候就平常 不过还好是我们觉得 没有这楼梯也不影响啦 只是说你买东西 当然还是会希望说 来的东西要是完整的会比较美好 嗯 不过淘宝买东西的风险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你也很难跟他索赔或干嘛 但是还是会跟店家反应一下 然后下面那边呢因为很宽 所以我们就把班比原本夏天会睡的凉垫 放在下面刚刚好 这个很可爱 他可以从这边看我们 这边跟哪边也都有洞 那这边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小床的感觉 然后我有撒一点猫草 让他可以觉得 诶这东西是可以的喔 可以有一点亲切感 我当初以为这个垫子它是 吊炒 吊炒 又不是 然后就是太空舱 讲一个太空舱的笑话 我们上一次买那个通天柱的太空舱 班比过了一年才愿意睡到那个洞里 台边车都留在这边 窝了一次之后就发现其次的数字 这一次不知道还要多久才会觉得 那个太空舱是还可以睡的 看起来一定比原本的纸箱稳固啊 我买这个多少钱啊 问你啊 我印象中是一千三百五块 哦 这个就是寒运费 因为你看像这么大一座的猫跳台 在那个宠物店可能都要卖到有一两千块 一千块可能不够 大概要一千五到两千左右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其实还蛮划算 然后那颗球应该很快就断掉了 那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组装完觉得它也算蛮稳固的 高度也蛮刚好的 那我们要处想象的一样 它就是比较可以比较不费力的 稍微就直接可以下去 就会比较小声一点 那我们就是目前完成成品就是这样 心得的话就是觉得在淘宝购物是OK的 只是说你可能要有心理预备 像这种木头啊 因为它是合成木 不会是太好的木头 所以坏掉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目前为止觉得还行 这一切都还OK 那就只差我们家班比多久适应它 那班比玩它的影片呢 我会再放在我的IG 那我们这一集超宝开箱成功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留言跟我们说 我再把链接放在下面给你 它其实有很多种组合 那这个就是高度180 下面宽度好像是60 这个短边这边好像是50 我们当初原本预期它是贴墙 但是因为你看它这些东西是有点造型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完全的贴平我们的墙壁 就会变成它的脚胶有点露出来 我现在是有点担心 我会不会走路没看到提到它啦 然后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这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的IG 如果还有想要看我们开箱 更多淘宝的东西的话 也可以这支影片帮我们点个赞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我 capabilities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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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